再來我們要做 如何教大家做肉圓的部分 好 首先我們先來教大家 如何做好吃肉圓的一個 皮的部分的訣竅部分 來 地瓜粉 一定要QQ 不能那個皮吃起來 有點黏黏的對不對 對 然後再來米粉 還有水 這個很重要 這是第一部分 要讓它糊化了 要讓它糊化 你說老師 這個動作沒做會怎麼樣 其實你吃起來這個皮 比較黏黏 比較沒有Q度 大家聽得懂嗎 就是說吃起來會覺得 像薑糊 只是把薑糊煮得比較稠一點而已 這個糊化的過程很重要 就會關係到 你今天做的肉圓的那個皮 Q不Q Q不Q 來 這時候我們先把它放進鍋子裡面 等一下我們還要用到 來 量不大的時候記得 一定要先下鍋 再開火 就像我們剛剛在煮明太子的 燒烤飯糰的醬汁一樣 量不多的時候 先不要開火 等到把材料都放進去之後 再開小火了 下去的時候 記得 你要小火慢慢加熱 因為你在旁邊當中 很容易去受熱 然後旁邊有可能就瞬間 像醬糊一樣 那時候你怎麼攪拌都攪拌不散 好 我們把它糊化過程當中 像剛才有沒有 整個都是吸了 現在拉起來當中有點變濃稠的 有點像半固體性 固體狀的情況 好 這樣就已經完成它的那個 對 我們要趁熱 再拌入我們剩下的這個 要趁熱喔 對 剩下的地瓜粉 好 老師 地瓜粉就有分 所謂的細的跟粗的 你今天用的是粗的是不是 粗的 然後還有一些少許的素素澱粉 像雞粉 嗯 像雞粉 所以因為我們用的是粗的 記得那個溫度一定要趁熱拌 所以買地瓜粉的時候 要注意它有這個粗粒的跟細的 你一定要買這個粗粒的地瓜粉 好 這時候我們拌完之後 我們會慢慢的加一點點的水 慢慢的去做調節 因為其實地瓜粉這種東西 是天然的 然後每一坪的地瓜粉 其實洗水性不太一樣 對啊 跟麵粉一樣 然後我們會加少許的水 慢慢的慢慢的加進去 然後慢慢把它做調節 調節到你可以爆餡料嗎 對 要就是一個 基本的一個薑糰的部分 好 我們慢慢的 就大概把它拌成這個情況 它好像變黏耶 老師 不會嗎 這樣是正常 放一點時間 然後因為所有東西拌完之後 你要讓它一段時間 去吸收水分的部分 因為等一下我們是用量齒 去把它去畫平的動作 像模蛋糕 好 模蛋糕 了解 所以觀眾朋友 你們看清楚一下 今天我們的這個團 也不是說麵糰 就是糞糰 薑糰 對 是這樣子的一個濃稠度 不是說要那種不黏手 你如果不黏手的話就太硬了 對不對 做出來的肉圓很硬 OK 所以說一定是這樣子 有點像石膏了對不對 是 來 我們先把它放在那邊 好 靜置 接下來我們要炒肉碗料的部分了 我們先下少許的沙拉油 沙拉油消完了之後 我們先來下一個紅蔥頭的部分 好 我們先打紅蔥頭 炒到這個香味出來 好 再來下絞肉 好 慢慢炒慢慢炒 炒到這個絞肉大概能夠鬆散 好 香菇 沙拉筍 好 慢慢的在大概炒過之後呢 我們就要加了我們的調味料了 先加入醬油 五香粉 五香粉 很排味啦 對 很排味 來 糖 鹽 鹽 少許的香油 我們把它炒均勻之後 等一下我們就要來勾芡 哇 這個 你看 這個 香味慢慢出來 我覺得五香粉 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台味 任何的東西 像 以前我覺得我們在做那個粉蒸排骨的時候 是 五香粉非常重要 沒錯 只要打開這個粉蒸排骨 那個排骨那個第一個味道 聞到就是五香粉的味道 很有代表性的味道 好 炒完之後 最後記得一定要勾芡 它那個鮮料 彼此才會比較黏得住 不然待會兒你包那個 肉丸的時候很難包 再來我們要做我們肉丸很關鍵的地方 是什麼 就是這個 褲娘最愛的那個醬汁的部分 海山醬 好 我們有什麼 先下海山醬 這是海山醬 這個是番茄醬 所以還是要買外面的海山醬來加囉 沒錯 但是我很想知道外面的海山醬怎麼做啊 老師 老師 老師回去再認真研究一下 你看我每天 老師上的節目都是要 出功課給老師做 對 等到老師研究出來之後 我就喪失喪櫃 然後我就準備買你的股票了 砂糖 哇 好多糖耶 老師 當然 少許的水 然後我們要加一點的水 跟這個素薯澱粉混在一起 等一下要去做最後的勾芡 那你攪拌完的過程當中 記得一定要煮滾 煮滾之後這個海山醬 這個香味才會出來 那如果你個人比較喜歡 你知道偏甜 偏鹹 這樣你可以試完味道之後 再去慢慢的做調整 好 我們確定所有的調味料都混均勻之後 我們現在要來進行勾芡 稍微攪拌一下 好 然後讓我們再次煮滾 我們要煮到什麼時候 你看看 煮完之後有一點慢慢慢慢 因為剛好我們有一點勾芡的部分 是不是 有點像透明的狀態 亮度 非常非常的亮 那這時候呢 我們要來做我們如何把肉圓給成型 首先我們可以去買一個肉圓碟 當然如果說家裡沒有肉圓碟 可不可以 醬油碟可不可以 我們做比較小顆一點 那正在不行呢 用飯碗 飯碗也可以 對 沒有這太多量 這到... 這不會蒸熟啦 所以你一定要淺的就對了啦 這到吃一顆 然後早上飽到晚上都不用再吃了 好 然後我們剛才的薑糰已經做好了 好 我們先沾少許的油 好 然後來 把這個 薑糰 然後平均抹 所以是用薑糰啦對不對 對 不是說我們一般說 像包包子一樣把它包進去的 沒有沒有我們是用薑糰 然後我們平均把它抹均勻 盡量四周圍都一定要有碰到這個薑糰的部分 然後底下大概稍微的有點縫隙 然後我們把我們的料 給放進去 然後另外一邊我們再把它挖起來 然後把它填滿 那有些觀眾朋友說 我喜歡什麼用油泡的怎麼樣 所有東西都要蒸完 蒸完之後你喜歡泡在油裡面 其實也可以 好 我們全部化完之後 確定沒有看到餡之後 這時候我們要來整形了 沾一點水 難怪老師剛剛說要用這個軟 有軟度的刮刀 我本來還想準備這一個 放完刮的 太硬要抹不動 好 我們把這平均抹抹好 抹完之後要記住 因為抹完之後我們怕肉圓很容易去沾黏 到最上面的時候要有油了 所以做肉圓其實只是有點費工夫 你要做那個漂亮的肉圓 你看 整個肉圓之後做出來就光滑了 所以說肉圓要做得漂亮 不僅是 譬如內餡 那是用剛剛老師的這一個 黃蔥頭去煸香 再加上這個香菇 還有我們的肉末 這些東西呢 還有竹筍 對 老師 這個竹筍 是不是最好不要用這個生的 而是用人家稍微就是說 下水去煮過的這個滴筍 才會比較好吃 其實我們外面其實很多都為了求方便 比較快 都用那個簡易的沙拉筍 在國外現在我注意到 很多的超市裡面都會有賣真空包裝 就是煮熟的這個 煮熟的 對 筍子 其實那個來做 我們的肉圓其實是最搭 有一點帶酸味對不對 沒錯 反而是我們這種煮生生的 就是說很新鮮的筍 拿去來做這個肉圓 我覺得有肉沒菜 比較不搭 反而它有一點帶那種酸味 是跟肉圓很搭的 真的耶 用這個方法真的居然可以把這個肉圓抹得這麼 你看 整個肉圓之後做出來就光滑了 我們把它放進去蒸 大概蒸20分鐘 現在我們肉圓要出爐了 我們現在拿出來把它脫模 記得要脫模之前 拿個湯匙在旁邊沾一點油 然後去防止它黏沾 我們會拿剪刀 在這個表面把它剪開 記得剪刀要記得要沾一點油 然後剪開的部分要記得要看到內餡 再來我們會放上香菜 這必不可少的 有些觀眾他喜歡吃這個蒜末 蒜末 再來很重要 我們今天的肉圓的一個餡的部分 它的靈魂海山醬 我們今天這個肉圓就完成了 好 觀眾朋友 今天呈現給大家的就是台灣小吃裡面 非常經典的這個肉圓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一定要給大家看 我們下一個多心的另外一位 希望大家可以喜歡 我們下一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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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